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合格 所以我没有入职 我就从这个门口走出去直接坐车 细节显微镜吧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还蛮会观察到细节的人 我觉得细节很重要 就是有时候看到女生为了男生 或者男生对这个女生 我感觉他会注意他说的话 他会记下他喜欢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 这种东西对我来讲 我就会觉得其实是很甜的 然后你会感觉到你被对方在乎 然后你讲的东西人家是很用心在听 我觉得肖寒跟何染 比如说我在看那个角色的时候 我自己会觉得还蛮羡慕小海的 他可以遇到这样的女生 然后慢慢把它融化跟打开 他就是一个平常不太说话冷冷的 感觉跟我蛮像 但是他其实他都在观察 他都在默默地记下 比如说这女生喜欢的事情 喜欢的花任何事情 然后有一天他知道这女生要离开以后 他就弄了一个花海 就是跟这个女生告别 我觉得那个东西挺动人的 你感觉到他就是对一个女生的那种坚定 然后他不是有一句名言叫做 我开花后摆花沙 就是对他来讲他一生他就一直在等待这个女生 我觉得这种感情其实蛮动人的蛮向往 我是心动周比特严小秋 然后我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也很努力的支持我喜欢的CP 然后希望他们最后可以走在一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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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